元旦過完了馬上就要農曆年了 在歲末年初的時候 東興福倫社舉辦了壽政22週年慶 場面相當的熱鬧 那我們一起去現場看看吧 這次台中市東興福倫社 2021年1月7號 選在烏日高鐵區的珍愛花園飯店二樓 舉辦壽政22週年紀念慶典 一共吸引了將近500名貴賓跟社友參加 場面相當輕鬆熱鬧 東興福倫社社長田貴隆說 很感謝這麼多人來共同參與壽政活動 也歡迎兄弟社台北大人福倫社 嘉義僕子福倫社前來助政 這次是我們東興福倫社 創社以來第22屆由我當任社長 壽政典禮等於是說 我們社裡面的生日 這一切的話要光揚我們福倫社 他的傳統跟傳承 要把東興福倫社的精神傳輸下去 舉辦這個慶典的意義的話 就是要讓東興的話 在服務範圍在服務社群裡面的話 能展現他的職值跟未來 我們有社裡的夫人組一個跳舞團 還有我們的社友跟社長一起展現那個舞蹈 讓大家歡樂一句 為了振興地方工商業繁榮 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東興福倫社一直以來就以廣大社員的力量 再結合許多善心人士 經常舉辦各種公益活動 照顧跟關心弱勢 為了這次22周年慶祝活動 社友跟夫人們還特別準備精彩的歌舞表演 還有歡唱卡拉OK 現場氣氛溫馨又熱鬧 現場的雷秘送表面變成起來 請來跳舞喔 練習很久 我們練習了將近快九個月 所以說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工 就是真的 做公益啦 其實福倫社就是在做公益 我覺得就是第一 先服務自己社友 然後再過來就是 服務比較需要關懷的社會弱勢團體這樣子 東興福倫社社長田貴隆表示 很感謝福倫3461總監劉里修親自到場 上台致辭為大家加油打氣 東興福倫社還準備了一個大蛋糕跟大家分享 也贈送禮品給結婚週年的社友跟夫人 典禮最後大家還一起來個大合照 留下精彩又難忘的美麗回憶 記者陳文旭 李佳金 台中報導